126. 承報 入藤澤辦聶以世世紀念活動 2015年7月12日兩岸A12新聞精選中國國歌作曲者 聶以世世八十週年紀念活動 昨日在其匿水與南之地日本藤澤市谷沼海案舉行 位於當地的聶以紀念碑當日下午響起 而用軍進行曲的紅壯歌聲 活動由中國駐日事館和東京都日中有協共同主辦 來自東京等地和藤澤市當地的日本民眾 中國駐日事館外交官和呂日橋界人士等到場追試 據記載,1935年7月17日 因朵被追捕而暫居於此的聶以 在谷沼海岸的海邊游泳時溺水遇難 年僅23歲